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中餐百谱各大菜系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酱爆鸡球,鸡肉的酱香圆舞曲 二,蒜香排骨,蒜中带甜的肉香协奏 三,银丝瓜炒蛋,丝瓜与蛋的绿黄交响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酱爆鸡球 鸡肉的酱香圆舞曲 各位美食爱好者,烹饪历史迷和对鸡球情有独钟的朋友们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一道令人垂涎三尺 在中餐厅里颇受欢迎的佳肴酱爆鸡球 这道菜不仅是鸡肉的酱香圆舞曲 更是烹饪技巧和文化交融的结晶 首先,让我们来揭开酱爆这个词的神秘面纱 在中文里,酱通常指的是一种调味品 它可以是豆瓣酱,甜面酱,酱油或其他各式各样的风味酱料 而鲍则是中国烹饪中的一种烹饪技巧 一直在极高温下快速炒煮食材 使其迅速受热而保持鲜嫩 所以,酱爆鸡球便是只用特制酱料快速炒煮鸡肉球 使其外焦里嫩,酱香四溢 这道菜的精髓在于鸡肉球的制作和酱料的调配 鸡肉球要求鸡肉质地细嫩 通常选用鸡胸肉 经过切割、搓揉、调味 甚至有时会加入一点点淀粉 以保持肉质的鲜嫩 而酱料则是这道菜的灵魂 它可能包含了蒜、姜、葱、豆瓣酱、糖、酱油等多种调味品 每一位厨师都有自己的秘方 这就像是烹饪界的魔法咒语 一面之差 味道天壤之别 当然 我们不能忽视这道菜的演出 烹饪过程 想象一下 厨师在锅中倒入油 油温升高至冒盐的地步 随后迅速投入掉好的鸡肉球 那瞬间的油花四溅 犹如烟火在锅中绽放 接着 厨师迅速翻炒 鸡肉球在锅中跳跃 与酱料的交汇 就像是一场华丽的舞会 每一个鸡肉球都被酱料完美地包裹 舞出了属于它的原舞曲 最后 当这道酱爆鸡球端上桌时 你会闻到那扑鼻而来的酱香 看到那金黄诱人的色泽 品尝到那外酥里嫩酱香浓郁的滋味 这不仅仅是一道菜 这是一场视觉 嗅觉和味觉的盛宴 是对烹饪艺术的一次完美演绎 所以 下次当你在餐桌上 遇到这道酱爆鸡球时 不妨细细品味其中的文化和技艺 想想那些匿名的厨师们 如何在活与酱料之间 编织出这场鸡肉的酱香原舞曲 哦 别忘了 吃的时候 记得用筷子轻轻加起 因为 这不仅是对食物的尊重 更是对这门艺术的赞颂 Bon Appetite 或者说 开动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蒜香排骨 蒜中带甜的肉香协奏 各位亲爱的美食爱好者 今天我们要来谈论一道 古老而又令人垂涎三尺的佳肴 蒜香排骨 这道菜 不仅是一道美食 更是一场蒜中带甜的肉香协奏 让人在品尝的同时 彭扶听到了历史的回声 首先 让我们来谈谈蒜 蒜 这个自古以来就被用来驱邪避翼的小小植物 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埃及时期 当时的工人在建造金字塔时 就以蒜头作为营养补给 而在中国 蒜也有着悠久的历史 早在《诗经》中就有记载 蒜的辛辣味道 能够刺激味蕾 激发食欲 而且还有着杀菌的功效 但是 当蒜遇上了排骨 这一切都变得不同了 排骨 这个位于猪肋骨附近的肉质 因为有着丰富的胶原蛋白 和适中的肥瘦比例 经过烹调后 肉质鲜嫩多汁 带有一丝丝的甜味 当排骨在烹饪的过程中 与蒜头这位辛辣的小伙伴相遇 便上演了一场味蕾的交响乐 蒜香排骨的制作过程 就像是一场精心编排的舞台剧 首先 排骨要经过腌制 让它充分吸收蒜香 和其他调味料的精华 然后 将排骨放入烤箱或锅中烹饪 这时候 热情的火焰 就像是指挥家 引导着每一块排骨 在热油的煎炸中 跳起了华尔兹 蒜头在这个过程中 经过高温的烘烤 它那原本的辛辣味道 逐渐变得温和 甚至带上了一丝甜味 当蒜香排骨出锅时 那股扑鼻而来的香气 就像是交响了团中的乐器们 齐齐奏响的高潮部分 让人无法抗拒 蒜的香气 与排骨的肉香完美融合 每一口都让人感受到 蒜的辛辣 与排骨的甜美 交织出的和谐旋律 各位 蒜香排骨 不仅仅是一道菜 它是一场味觉与嗅觉的盛宴 下次当你品尝这道佳肴时 不妨想想那些古老的故事 感受一下这道菜 背后的文化与历史 Bond Appetit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银丝瓜炒蛋 丝瓜与蛋的绿黄交响 各位亲爱的美食爱好者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一道 看似平凡无奇 却蕴含着深厚文化底蕴 和烹饪智慧的佳肴 银丝瓜炒蛋 这道菜 不仅是中国家庭餐桌上的常客 更是一场视觉与味觉的 绿黄交响曲 首先 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主角之一 丝瓜 丝瓜 又名圣瓜 菜瓜 是葫芦科植物 不仅可食 还有着不错的药用价值 在中国古代 丝瓜被视为清热解毒的佳品 相传还能除邪气 定魂魄 嗯 虽然这些说法 未必有科学依据 但至少证明了 古人对丝瓜的喜爱和重视 再来是我们的配角 鸡蛋 这个全球厨房的常客 自不必多言 它不仅是营养丰富的 超级食物 更是无数菜肴中 不可或缺的黄金搭档 在中国 鸡蛋象征着生命的开始和再生 常在节庆或庆典中 扮演重要角色 当丝瓜遇上鸡蛋 就像是绿意盎然的春天 与温暖的阳光的完美结合 丝瓜的清新 搭配上鸡蛋的醇厚 这道菜的制作过程 简直可以称得上 是一场烹饪的芭蕾舞 丝瓜在锅中轻易旋转 鸡蛋则缓缓地滑入 两者在热油的伴奏下 翩翩起舞 随着火候的推进 丝瓜的绿意 与鸡蛋的金黄交织在一起 形成一幅动人的画面 不过 别以为这道菜就这么简单 要想做好迎丝瓜炒蛋 火候的掌握至关重要 火太大 丝瓜容易失去水分 变得干巴巴 火太小 蛋液又不易凝固 容易变成一潭死水 只有火候恰到好处 才能确保丝瓜的爽脆 与蛋的嫩滑完美结合 最后 当这道菜端上桌时 你会发现 这不仅仅是一道菜 它是一首诗 是一幅画 是一段历史 更是一次文化的传承 银丝瓜炒蛋 这个名字听起来平平无奇 但它所承载的 是中华美式文化的深度与广度 所以 下次当你品尝这道 绿黄交响的美妙乐章时 不妨细细品味其中的文化意韵 感受那份来自厨房的艺术与智慧 哦 当然 别忘了配上一碗热腾腾的白饭 那才是真正的人间美味啊 对于这三道菜的深入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 每个菜品都有着独特的特点 和文化背景 酱爆鸡球 展现了中国烹饪中的酱爆技法 使鸡肉球保持鲜嫩 并融合了多种酱料的风味 蒜香排骨 则展现了蒜和排骨的完美结合 辛辣的蒜头 与甜美的排骨 交织出了一曲美妙的味觉交响乐 银丝瓜炒蛋 则展现了丝瓜的清心 和鸡蛋的醇厚 这道菜结合了丰富的营养 和中华美食文化的传承 这些菜品不仅仅是食物 更是厨师们的智慧和创造力的体现 他们运用不同的烹饪技法和调味品 将食材变得美味可口 这些菜品也是中国烹饪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 它们承载着历史和文化的意义 让人们在品尝美食的同时 也能感受到中国的传统和价值观 所以各位观众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对这些菜品有何感受和体会 是否有任何疑问或想法 想要与我分享呢 我很期待听到你们的意见和讨论 让我们一起探索美食的奥秘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